可不可以說說體育股?因為昨天也跌了多少 Joy問2020安達 什麼錢可以進入我公司前幾天又如何? 昨天大跌是因為 李寧比羅威那邊減輸 說笑這麼說的 說笑這麼說,之前有個前輩說 其實體育股就每四年炒一次 是奧運的 是的,又不可以說他錯了 因為他真的奧運就變成了訂購這個辦法 我自己會看 現在這一刻雖然內地是想購入內需 但是現在的內需 如果我們看很多不同的數據 其實大家在購入內需的價格上 不是買太高的優惠 變成其實安搭 其實本來是買貴一點的 這個品牌 現在這一刻的體力不是那麼淺 內地居民正在購入內需的方向 第二就是 其實因為 安搭 自己Fila那邊 那個品牌上 其實這一季 過去這一季 其實增長已經慢了 大家開始想 是不是見了頂 所以我自己會看的就是 給他多一季時間 給他多一季時間去看 究竟 他的業務上有沒有少少轉好的 因為其實呢 如果你開幅可能兩年的圖 這一刻你未知會想買的 因為如果你開幅兩年圖的時候 其實你會見到 走了一個 很類似 頭肩頂 很大的一個頭肩頂 頂線大概是$105 我簡單來說 他上不回 可能$105 甚至$105 站不穩 其實暫時這個技術形態 是大家 不應該亂地在這個位置搏 嗯 是 那